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在现场我们是请到了台北商业技术学院企业管理系的老师黄瑞杰 黄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讨论 黄老师 大家好 我是黄瑞杰 很高兴在这边跟大家讨论企业组织与管理的相关议题 同学我们先看一下今天的讲授大纲 首先我们会谈到网络组织 就在谈虚拟组织之前 我们要先知道网络组织它的一个定义 接着是它的类型跟组织的一化 后续我们就会介绍到了虚拟组织它的特性 以及经营模式 最后我们会有一个案例的探讨 那么在internet还没有普及之前 组织里面就存在有网络的关系 就是network 那么借由这种网络 它们彼此之间可以相互的资源 使得位于网络里面的组织 可以享受到在网络外面 所没有的资源和竞争优势 那么在资讯科技不断进步 跟逐渐的普及之后 企业组织内部的一化 跟组织的电子化经营会使企业 它的营运模式产生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所以虚拟组织 就我们所说的virtual organization 就营运而生了 那么什么是虚拟组织 它的功能跟特色是什么 所以在本讲里面 我们会先从网络开始谈 然后我们会介绍企业的电子化 最后我们就会说明 虚拟组织它的一个运作方式 好 我们先看所谓的网络 并不是指着网络 就是network跟internet 我们在这边的定义是不一样的 我们所谓的网络就是组织之间 它们所形成的一个长期关系 网络的连接是有目的的一个结合 它可以使我们内部的成员 相较于外部的企业组织 能够拥有更多竞争上面的优势 国内的学者吴思华 他认为说网络就是一群自主运作 而且相互独立的实体 在经济交换的过程里面 它可以维持一个长久的互动关系 那么在实体之间 它们就具有专业分工 资源互补的一个现象 并且可以借着这样一个网络的联系 可以取得资源 而且改善彼此的竞争地位 所以我们可以看 在这样一个合作网络的形态之下 我们经营可以有几种不同的思考模式 第一个就是产销合作 这个是网络里面我们最常见的一个现象 这种关系指的就是上下游之间 企业定有一个长期的合约 虽然不是属于同一个集团或者是组织 但是彼此之间却存在有互信跟承诺 由于所建立的长期合作关系 它是坚固而且不易被打破 所以组织它也不会随意地来更换合作的对象 比方说农村里面的产销合作社 那么它是跟农民合作 一方面生产 一方面借由合作社来从事销售 所以他们能够维持一个很稳固 而且持久的关系 第二种就是一种中卫体系 这是一种长期合作的关系 就是每一个大厂 它都常常有很多周边的卫星工厂 那么来提供它生产上所需要的关键零组件 因为随着科技的进步跟经济的发展 所以我们的生产也是日趋的分工 而且更为细密 厂商它不太可能说独自生产 全部的零组件 所以它一定需要借由这样一个分工合作 来形成我们所谓的中卫体系 可以运作得非常的顺利 那么另外一种就是集团企业 那么这个集团企业它是一种 在诟病成长之外另外一种选择 就是在这个集团里面 它有非常多的子公司 那么这个子公司跟母公司 跟它的控股公司 维持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 而且朝着集团化来做一个发展 所以这样的企业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商机 所以很多的公司在成长之后 它都分别集团化 这也是成为一个新的模式 第四种就是加盟 连锁的加盟 这也是最近未为风潮的一种新的模式 就是总公司可以透过自愿加盟 委托加盟 或者是说特许加盟等等 建立起和加盟组门市之间的一个合作的关系 而连锁业者组织内部的加盟机制 不论是直营 委托 特许等等 都是一种我们在这里所谓的网络的合作 因为企业环境的需要 所以它就必须要以网络的形式来出现 以相互的资源和协助来整合 发挥更大的一个竞争力 所以在这个时候 企业它就一定要发展成它的一个一化 电子化 而虚拟组织就是营运而生 那么接着我们也会谈到组织的一化 关于这方面请黄老师跟同学做一个说明 好的 接着下来由我来讨论一下组织的一化 企业的电子化 e-business 或称为组织的一化 已经是现在企业为了求永续的经营发展 所必须要走的道路 在这时候呢 这个地方所谓的e就是指的 Electronic 代表的是科技和技术 而business 则是指business model 这个企业的经营模式 资讯技术的容易取得 而成功经营模式的建立 才是企业能够获利的一个依据 而组织不只是要在自己做到一化 也要和合作的伙伴 不论是上游的供应商 或者是下游的通路商 在资讯和流程上面的整合 做到最佳化的一个安排 唯有这样才能做到 快速地回应客户的需求 并且取得市场上面的优势 由此可知 组织的一化 或为企业的电子化 指的是企业先将内部各项的工作 从研发 采购 到制造 行销 予以资讯化 电子化 并且将流程改善 再造 透过网络和其他组织来进行协调 分享和合作 对其他的企业进行商业的活动 我们称之为企业对企业的电子商务 B2B e-commerce 对消费者的商业活动 则称之为企业对消费者的电子商务 B2C e-commerce 而在知识管理 商业智慧的辅助之下 进行企业资源规划 顾客关系管理 以及供应链管理等等 如下图所示 我们可以从这个企业电子化的架构图当中看到 企业先将内部各项的工作 从研发 采购 制造 行销 配送 予以资讯化 电子化 并且将流程改善 透过网络跟其他组织来进行协调 分享跟合作 例如像对上游的原物料供应商的 B2B的商业活动 以及对下游的客户的消费者 进行B2B的电子商务 那么企业在知识管理 商业智慧的辅助之下 进行了供应链管理 企业资源规划 以及顾客关系管理等活动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企业电子化的架构图当中就可以了解到 我们谢谢黄老师跟同学做一个说明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国内的一些大企业 就是它跟它的供应厂商也好 或者跟它的效益也好 都维系着一个 就一化的一个管理过程 或者说在这中间可以做很多的知识管理 像是中华汽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就是它里面就有一套非常完整的一套 一化的系统 那么可以跟它的经销商 它的维修厂 它的上游 或者是说它的公司对外部 公司内部等等 那么都做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BI也好 或者说KM也好的一个营运的系统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到现场 那么接着我们再谈一下虚拟组织 就我们知道网络组织 它的一个营运的一个架构 跟企业一化的一个概念图 我们就来谈一下 到底什么是Virtual Organization 那么这个是1992年的时候 Malone他们出版的一本虚拟公司 Virtual Corporation之后 这个虚拟组织的概念 就受到了很广泛的一个重视和讨论 所谓的虚拟组织 它就是整合了很多的组织动态的一种网络结构 那么为了要因应市场的需要 而保持一个弹性的变化 所以组织内外都必须要使用资讯科技 来进行协调跟合作 成员的组织并且各自发挥它的核心能力 相互资源来发挥所有企业里面 综合最大的一个竞争力 虚拟组织它就成了一个新世纪主导的一个组织的形态 那么这个趋势我们可以说它是非常的明显 企业为了要因应经营环境的巨变 所以必须要运用新的科技 保持相当的弹性和其他企业来合作 分享我们所拥有的资源和能力 所以虚拟组织的特性 我们从这个概念就可以来加以叙述 第一个就是虚拟组它一定是大量的使用资讯技术 因为善用网路 所以企业的营运模式可以产生一个很大的改变 所以就有所谓Virtual Office Virtual Employee 虚拟的办公室 虚拟的员工等等这些现象 那么什么是虚拟办公室呢 就是说员工呢 他可以不一定要在办公室里 坐在办公桌前来办公 他可以在捷运里面办公 他可以在高铁里面办公 那么他也可以在咖啡厅 在客户的公司来办公 那么他就一定要透过无线网络 来进入到公司的资料库 取得资讯 而且来做处理 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员工呢 从传统我们工作的场所释放出来 那么公司呢 他也不需要有这么大的办公场所 每个员工呢都一定要有一张办公桌 也不一定 所以呢员工可以在任何的地方呢 来办公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他强调高度的弹性 我们前面谈到了虚拟办公室和虚拟员工的产生 那么公司呢就可以借由这样一个新的机制 节省大量的经费开支 并且呢仍然可以维持高度的工作效率 那么这本书当时出来的时候呢 虽然没有很明确的说明虚拟组织 它长什么样子 那么它怎么样来实物上运作的各个细节 但是在书里面呢却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就是我们组织成员呢 他可以跨越空间的一个界限 迅速地来整合 来达到消费者他们的需求 提供他的客户 他们所需要的服务 所以呢虚拟组织 它是因应某一个特定的目标 然后呢可以做快速的一个结合 等到这个目标结束之后呢 我们这样一个团队 它也可以很快地解散 然后呢又会有一个新的工作的目标 新的一个组织的形成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合作跟互赖 那么虚拟组织之间呢 往往是有着策略联盟的关系 他们要相互的依赖跟合作 各个组织成员呢对于自己 就一定会在考量利益的条件之下呢 来做一些结盟 那么如果这个立即一旦消失的时候呢 我们整个联盟的关系呢 也就会随之结束 所以虚拟组织呢 它是基于一个机会 就是机会主义 那么在这个短暂的合作机会之下呢 我们之间的合作跟互赖呢 就会变得非常的重要 第四个 就是一定要拥有核心能力 那么Draker呢 他曾经谈到说 未来组织的形态呢 将会着重在自己的专业能力上面 着重在核心能力上面 而不是说企业呢 拥有所有一切的能力 那么其他非核心的话 就可以外包出去了 虚拟组织里面的成员呢 也不例外 他们是专注在自己的本业上面 并且呢 跟其他的组织呢 相互的配合 那么这样子呢 才能够快速的反应市场需求 除此之外呢 虚拟组织它也必须要整合 不同领域的专业能力 并且呢加以创新 那么这样子呢 才能够真正的满足客户的需求 而且呢迅速的来反映环境的变化 那么接着呢 我们来谈一下 虚拟组织它经营的模式 那么我们也请黄老师呢 跟同学做一个说明 好的 接着下来由我来讨论 虚拟组织的经营模式的特色 第一点特色是 虚拟的行政部门 组织里面 虽然拥有各个不同的行政部门 例如像会计 财务 客服 设计等等部门 但是在企业的内部 却没有实际的单位和人手来执行 凡是上述的这些业务 都可以透过网络 交由国外或者是其他的公司来执行 第二 公司最重要的是保持 保存它的一个核心的能力跟技术 这是绝对不能外放的 其次 其他次要的功能和业务 则可以外包 不但可以降低经营的成本 也可以符合时代的趋势 第二个特色是虚拟的生产 公司的生产作业可以委托给 劳动成本 土地成本 比较低的开放中国家来代为制造 而公司所要负责的则是 产品的设计 开发和市场的行销 跟推广等等 公司要将附加价值高的活动 留下来 而将已经不适合在母国执行的工作 委外outsourcing出去 来寻求最具有经济效率的营运模式 第三点是虚拟的通路 企业可以透过虚拟通路 来降低成本和售价 同时可以扩大销售的范围 不再受到地域的局限 而企业呢 更可以做到24小时的经营 不再受到时间 人力 店面的一个限制 第四点是虚实的整合 在网际网路普遍的今日 能够经营成功的企业 都是能够有效地整合 实体与虚拟的 然后整合之后呢 可以获得效益上的提升 并且有相加的一个忠效 例如实体商店和虚拟商店的一个结合 就是有效的运作模式之一 第五点是协同的商务 所谓协同商务 Collaborative Commerce 是指的是组织跟它的伙伴 不论是技术研发 商品的设计 联合采购 实体的一个配送 或者是客户的服务等等 都可以做协同的合作 如此呢 组织可以发挥自己的核心能力 对于不擅长的部分 又可以跟其他的公司来协同合作 必定呢 可以帮助呢 企业提升竞争力 刚才黄老师呢 提到了Brick and Click 就是企业呢 它有不同的选择 你要不然呢 弃砖头 或是说呢 你点滑鼠 当然这两个 也可以相互的合作 所以我们可以看 像是特地屋也好 像是IKEA也好 就是你不但呢 可以去实体商店 他们有很大的卖场 在那边呢 琳琅满目的商品 同时呢 你也可以在网络上面呢 来Shopping 所以像这些呢 都是一些虚拟整合的 一些成功的案例 那么我们休息一下呢 待会再回到现场 接着呢 我们想请黄老师呢 跟同学介绍一下 一些协同商务呢 合作成功的模式 好的 接着下来 由我来介绍一下 鸿海的一个 协同商务的模式 国内的知名企业 鸿海企业为例 该公司呢 它能够得到许多 国际级的大客户的青睐 有许多的一个原因 其中有一个 比较独特的一个经营模式 就是可以从这里面当中 看得出来 它的一个竞争力 也就是一地设计 三地制造 全球交货 鸿海能够得到 许多国际级的 大客户的青睐 第一个优势 就在于鸿海能够 全力的配合在 重要的策略 客户的附近 设立研发 设计 快速样品 制作的一个机制 以便跟客户 同步的开发新产品 使得产品 尽速的能够量产上市 这就是所谓的一地设计 Time to market 能够跟客户的共舞 而且能够跟客户 做到最短距离的一个沟通 而鸿海呢 同时也进一步的建立了 全球24小时 远程互动设计的能力 例如透过全球资讯网络 位于美国西岸的工程单位 下班之后 可以将设计的重点 告知在远在台湾 或者是大陆的设计 工程师 继续以接力赛的方式 来完成设计 甚至做出实体 样品的实体 而3D的制造 Time to volume 是鸿海赢得客户 亲爱的法宝之一 在新产品获得认可之后 鸿海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在亚洲 北美 欧洲三个市场 来制造基地 布置生产所需要的采购 制造 工程 品管等等的各项能力 并且能够依据客户的市场需求 递增 快速地扩产 扩充它的产能 满足客户的需求 这就像是一架战斗机的性能测试 它能够考验你是否能够用 接近90度的一个垂直仰角 并且还能够用倍速的因素 来向上攀升 而不至于失速故障 客户选择跟鸿海的合作 这就是一个重点的考量 而事实上到了2001年当中 鸿海在亚洲 北美洲 欧洲 已经完成了量产制造的一个建制 包括了大陆的申俊和昆山 美国的洛杉矶 休斯顿 欧洲的苏格兰 爱尔兰和捷克等地 而交货就是 饰品 饰食 饰值 饰量 把货交到客户指定的一个地点 因此 全球物流的追踪系统 永远都是鸿海ERP系统 最先要完成的一个项目 郭台铭的想法是 货品 货物呢 不论是物料 零件 半成品 还是成品 只要停留超过15分钟以上 就应该设 舱管制 也就是应该能够从电脑当中查得到 这批货物的即时存货资讯 这也是郭台铭对仓库的库存的一个 资讯系统的一个检验的一个标准 简单 但是具有挑战性 鸿海呢 投资了3000万美元 跟康博合作开发的全球ERP系统 不仅呢 他要求他反映出 即时的真实生产管理资讯 而且还要求发挥他的管制的一个效果 因此呢 郭台铭认为 许多大型的高科技的公司会垮掉 往往不是因为开发不出新的产品 而是因为不能够豁畅其流 受到库存所累 这也就是鸿海要求的全球交货 客户要货有货 不要货的时候就是零库存 我们谢谢黄老师呢 跟同学介绍鸿海的协同商务 所以呢 就是他们引以为傲的 就是一地设计 能够跟客户共舞 而且呢 3D制造 Time to volume 就是非常的有效率 能够在全世界呢 能够随时交货 好 接着呢 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例子 这是Amazon 亚马逊书店 那么它也是一个虚实整合 虚拟组织一个成功的案例 那么亚马逊公司呢 是在1995年7月16号 是由贝佐斯呢 他所创立的 那么他基本性质呢 最初呢 他是一个网络书店 那么后来呢 就是这个创办人也是非常具有远见了 他就看到了网络的一个潜力 以及呢 实体书店 他经营上的一些缺点 就是他一定要有一个实体的店面 而且他的容量呢 是有限的 那么网络书店呢 他可以提供 比实体书店更多更大的选择 所以呢 他就把他原来这个公司的名字呢 就改成说在 就南美洲最大 全世界最大亚马逊河 就是他能够包容 就是非常多的物种 就是面积非常的大 然后呢 重新的来开张 所以他号称的是 全世界最大的书店 那么从卖书起家 但是我们现在上 Amazon的话呢 却可以看到说 他卖的不只是书了 几乎什么都卖 而且你要是要找这家书店呢 是找不到的 因为他是开在网络上面 那么透过网络网络呢 他就可以把他的书籍 销售出去 而且呢 他整合的制造商 他的网站的设计 传统的书商 以及呢 消费者 所以形成了一个新的 一个通路的模式 一种新的一种消费的形态 那么刚才也讲过 就除了书籍 他也卖影音商品 然后呢 他也卖那个药品 玩具 宠物的药品 各式的礼物 甚至说 汽车 他也都曾经在 那个网络上卖过 那么在2011年 5月20号的时候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照片呢 就是 他们创办人 那么就开始 卖电子书 Kindle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 化时代的一个商品 就是它不需要纸张 所以也是一个很环保的一个商品 那么销售量呢 也是逐渐在提升 而且慢慢的也超过了 就是我们一些传统书籍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电子书 那么亚马逊呢 并没有透露出Kindle 或者说电子书 确实的一个销售数字 但是呢 他们却表示 从2100年4月开始 那么他每卖出100本纸本书呢 就可以卖出105本的电子书了 而电子书的发行呢 对于减少雨淋的破坏呢 也是具有很重大的一个意义 那么该公司呢 创始在1994年7月 那么自从事基金经理的贝佐斯 他离开了呢 原来待遇优渥的 就是工作 创立了一家不起眼的一个书店 那么贝佐斯呢 他了解网络的一个潜力 所以呢 他又在1995年7月的时候呢 切入了这个市场 那么透过这样一个贩售的机制呢 他每季的营业额的成长率呢 都是高过30% 那么到了1998年中的时候呢 他累积的销售金额呢 已经达到了10亿美金 而且呢 拥有全球620万的客户 迅速成了美国 第三大的书籍零售商 那么贝佐斯所开的这一家 虚拟的网络书店呢 比起一般的实体书店 就是他可以节省更多的成本 所以我们从这边呢 也可以看出说 我们在虚拟组织里面的经营 它的成功的速度呢 会比在实体 就是它的营业额会增加的更快 好 我们今天的时间呢到 谢谢同学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